這時候上來 內野呢 這時候正常的守備 拿著這一個球呢 新秀李家居是 猶豫之間呢 放在 揮的出去 武林家瑋在下半季了 到目前也投了9.2局 防禦率是0.93 WHIP是1.55 事實上是投得不錯 也有判定並沒有出棒 現在球速行程一好一壞 今天李家居三次打 只有一隻安打 有兩次沒有安打 都打到了三點方向被刺殺 量大 趕上投球的林家瑋呢 目前距離他去年的一個投球局數 差不到兩局 所以今年當然是 更受到重用 但是很多球迷也替他 哇 那個經常看到他這麼頻繁的登場 為他有點擔心 對 他也要很明確的讓教練知道 如果自己感覺不舒服 也要講不要硬撐 就是那個能力啊 那個界限在哪 對 是要溝通的 因為這個 不只是個人的一些風險 也是球團的 球隊的風險 竟然是良好一換 球的位置不錯 真的不錯 他這沒有出棒 變成了兩好球 兩壞球 稍微低了一點 三壘上現在有王姓民 在二壘上有紀龍甲 揮棒落空 三陣了 金秀李佳菊 哇 總共真真好 球的位置 投得很刁鑽 今天的張建民 雖然有登陸 但是是恐怕沒有辦法上場 那一方面對方又是派出一個左投手 我出身球 所以造成那種 手 手的受傷 打者的部分呢 這時候換成了林昆森 接替了林中南 這時候就要來看看這個板燈深度 能不能夠發揮一些效果 現在先球 這個大反攻了 待會兒守備的位置 再做一些調整 球數現在是一好球一壞球 我最近 林昆森也開始在船街球練習了 那應該很快就回來 先發的陣容 我打擊方面 是持續的在訓練 沒有問題 這段時間他不能夠蹲補 其實也多少對牛隊的 捕手的這個 工作 帶來一些困擾 對 隊球打成一個界外 形成了兩好球一壞球 聽起來 滿常都是以 代打的身分來上場 對 現在主要這時候 傳球的情況還會有影響 不然以他來當捕手 他的阻殺率有3x85 是生死牛隊裡面目前最好 吳政縣 繼續在場邊熱身 前兩局都壓制得不錯 現在就看 攻擊的這一個部分 這棒打成了界外球 頂家瑋這個球 在外角偏高 是有引誘性 但是比較開 明昏森 這台球打得更勉強 球是現在是投手領先 臺北上有兩名跑者 雙方就差兩分 而且這兩人都在得點圈上 八局的上半 這棒打成一個飛球 看起來 右外野獸已經掌握住了 把這個球給揭殺 結束了這個半局 目前3比5 牛隊追回一分